经过八天紧张施工 湖北新港高速公路双柳长江大桥 10月8日完成了首根主塔装机胶筑 由此标志着这座主跨达1430米钢箱梁选锁桥 及其接线工程开工设计 该桥也是武汉市范围内的第12座长江大桥 双柳长江大桥地处武汉下游 大桥北岸位于武汉市新州区 南岸位于鄂州市华融区 设计时速120公里 其中主桥采用主跨1430米的 双塔单跨钢箱梁选锁桥结构 一跨过江 由中铁大桥局集团有限公司 和中交第二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 共同承建 中铁大桥局双柳长江大桥项目部 总工程师刘润泽介绍 该桥具有跨度大、桥面宽、主塔高 材料新四大特点 其中主跨为1430米超大跨境 处于同类型结构前列 桥面采用双向八车道建设标准 桥梁全宽50.5米 南岸主塔高度为212.75米 塔高处于国内同类型桥梁前列 主览钢丝采用新型锡铝锡土合金镀层钢丝 提高了钢丝赖腐蚀性能等 整个双柳长江大桥主跨采用1430米 一跨过江的钢香梁选索桥 大桥项目特点具有大、宽、高、新 大主要是指我们的跨度大 宽主要是指我们的桥面宽 我们主梁宽度为50.5米 整个采用双向八车道的高速公路通行 是我们目前长江上面最宽的钢香梁选索桥 我们这个桥梁是用的 桥面用的高超高性的红凝土 就是我们俗称的UHPC 这在我们国内属于一种新的超高性的红凝土的材料 这也是我们国内自己研发、自主研发 它就很少的一个厚度情况下 它可达到很高的一种承载力的一个要求 第二它赖模 它可以同样的车辆形式情况下 它可以更长的使用寿命 据悉新港高速公路、双柳长江大桥及界线工程 作为湖北省综合交通运输14.5发展规划纲要中的重点建设项目 是武汉都市区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 该项目建成后 可进一步拓展武汉城市发展空间 大幅度促进人流、物流以及产业资源流通 对长江中游城市群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整个双柳长江大桥建成之后 对于我们整个武汉的都市川环线 整个六环线的交通具有重大意义 同时它也是作为我们武汉新州区 跟我们俄州华融区的一个重要的过江通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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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